每年盛夏重头戏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 今年将在7月3号登场 而亮点之一就是台东县政府与台湾三立佑公司合作 结合原住民文化推出全球唯一台东限定 穿着布农族服饰的Hello Kitty造型热气球 县长饶庆林也宣布加码活动时间延长到45天 让游客感受追求的魅力 随着动感音乐明暗闪烁的热气球光疗秀 吸引大批游客远从各地前来朝圣 成为每年暑假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 今年活动迈入第11年 主办单位台东县政府再平行创意 找来高人气的无嘴猫Hello Kitty 化身造型热气球与大家见面 是的我们的Hello Kitty 正式演唱掌声鼓励 他穿原住民族的衣服 所以他是全世界不仅是第一颗Hello Kitty热气球 他还穿着代表台湾原住民族的衣服 当然我们就是要可爱魅力全开全力以赴咯 Hello Kitty热气球造型亮相 一身蓝色布农族传统服饰 结合原住民文化 不仅是全台唯一 更是台东限定款 除了有可爱俏皮的Hello Kitty热气球扎持外 今年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 台东县长饶庆林甲马宣布 活动时间从38天延长到45天 并首次遗失山源湾海水浴场举办光雕音乐会 要带给游客不一样的视觉及听觉享受 就是在俗称美丽湾 现在正名为山源湾海滩 会有一场在山源湾 我们希望用热气球来点亮山源海湾 2021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 将从7月3号起到8月16号 各种卡哇伊造型的热气球 1年45天在台东上空与民众游客相见 又让惊吓的陆野高台化身少女的游乐园 介绍一下会台东市报道